这绝对是范马勇次郎吃饼最搞笑的一次 因为他的世界里突然闯进了画风搞笑的光头 即便他使出了击败郭海黄的权力一击 也没有对奇遇造成丝毫的伤害 甚至奇遇还有点想笑 就在刚刚 奇遇买完菜走在回家的路上 可突然一个长得酷似东勇怪哥的光头挡在了他的面前 此人正是五大死球之一的斯派克 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斯派克表示肚子很多 他让奇遇交出手中的食物就饶他一条小命 然而面对斯派克提出的要求 奇遇毫不犹豫地拒绝 见此斯派克变得更加兴奋了 但不出意外的话出意外了 奇遇一拳就将斯派克送回了老家 而这一幕恰巧被一旁的勇次郎看见 奇遇一脸懵逼地回头看去 却看到一个十分装逼的长毛怪症喝着口温 看到奇遇的实力如此强劲 勇次郎瞬间化身超级赛亚人来到了他的面前 虽然奇遇看起来像得菜鸡 但勇次郎还是给了他一次挑战地表最强生物的机会 只见勇次郎瞬间躺在了地上 看着奇遇远去的背影 勇次郎瞬间被激怒 他没想到奇遇敢如此小看自己 随即勇次郎如同一头愤怒的野兽一般冲向奇遇 抬手就是一拳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击非但没有对奇遇造成伤害 反而被他一顿羞辱 既然如此 勇次郎也决定不再保留 只见他将双臂高高举起 然后猛地将上衣撑破 露出了他那犹如恶鬼扑气般的背部肌肉 此时的勇次郎十分地自信 在空中翻转两圈半后 他对着奇遇的脑袋就狠狠地一脚劈了下去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此刻勇次郎终于感受到了索尼弹的痛苦 艾坤受到重击后的他已经无法再战斗 为了不成了一天被打败两次的传播 勇次郎决定下次再来挑战 而刚刚勇次郎的战斗也全都被任牙看在眼里 他没想到眼前这个画风搞笑的光头 竟然能够打败自己的父亲 于是当即下跪祈求奇遇能够收自己为徒 但是却遭到了奇遇无情的拒绝